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十八舍教你制作非常新的课程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我们是接着上一次课程进行的一个演示环节 好,我们还是看一下上次的PPT 我们上次是说这个东北点按键的这个测试 我们这节课就演示这个东北点按键的测试 好,测试之前呢,我们还是得把我们这个 常用的这个camera打开 好,那这节课我们的操作呢,基本上都是在创口下进行的 不用这个硬件的按键去实现 那么我们把这个蓝牙可以放到一边了 因为我们根本用不上它 不会去进行这个实际的操作 不会进行实际的这个按键的操作 都是创口的命令执行 好,我们把这个放在这 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创口打开 这刚才我已经打开过了 现在还处于连接状态应该是 OK,再连接状态 然后我们看一下发送字符串也打开 碰一下这个手机,别让它按掉 注意这里面要选择这个hacks模式 就是十六精致模式 不能用ask2,ask2发什么都不管用的 hacks模式下 我们先来验证一下这个左右选择吧 左右选择是ffb 错了,好,我发一下 不好意思啊 这可能蓝牙没连上 望着连蓝牙了 嗯 啊,开这里 那不要紧 ff7 嗯,ok 跳了一个格啊 看到吗 这里边选了另外一个 已经不是这个 啊,明日边缘了 好,我们再发送下一个 给它返选回来 OK 往回来了一个 那么我们再选一下 OK 到明日边缘了 然后如果我们不想看这个话 就往回选 那到这个 饥饿游戏3烈火鸟了 算了,我们还是看明日边缘吧 刚才看了一半 好,反回来之后 我们确认键 确认它进去 确认它进去 我们之前说这个是 固定格式 固定格式是这个 嗯,选中键 我们就省点事 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吧 嗯,终于也是这个hacks模式啊 这个,嗯,HIT鞋都用hacks模式发送 呃,这个确认键不会有问题 返回键会有一些小问题 一会跟大家说 确认键的时候 我们点进去 发送 嗯,然后再 啊,释放这个按键 好,进去了 那你光点发送的话 这不可以的 一定要释放它 那么这个时候就加载了 啊,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接着我上次播放位置播放的啊 看到了大约一半的位置吧 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觉得看着看着 没意思,想换一个 怎么办 换一个呢 就29 scape键 但这个scape键呢 因为它是属于不释放按键 就一直按下的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会一直退回到桌面上 我们试一下 好,放下这个按键 哦,这个键吧 可能是有点小问题 不要紧 我们回去看一下 what do they want for those anyway it's obvious isn't it minerals minerals yeah,minerals oxygen they want oxygen think about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they're here they're winning 放回键 whatever it is you're gonna get you'd be over there you're gonna get i've been over there more times than anybody more times than anybody as a matter of fact i'm usually long dead by now oh,这个返回键有点不好使了 原来测试的 放弯键 嗯,这个并没有返回 好,说明这个键码是不对的啊 我们先把它暂停掉 02这个码 然后40 好 三成键之后 我们把它释放 OK 这个键码按下之后要释放 释放的时候就把它 释放的时候就把它 呃 释放的时候就把它换成00 这样它就停下来了 然后我们去解决一下这个返回键的问题 这个返回键一直是没有正常的工作 我看一下原来的记录哈 播放和暂停这个是要有这个 然后返回键形成断码 是这个 那么选重键是这个 科技快退是两个 终于按键的描述 嗯,应该没有问题 我现在来试一下 啊,我想起来了 这个视频播放键好像在播放视频的时候 就没法返回了 我们把它恢复到这一集 看一下 OK,此时是没有效果的 对吧 得从这个里面返回回来 就是点一下这个地方 明日边缘 这个彻底的返回 好,我们回到这个 呃,回到这个选择界面上了 然后这个时候返回键才会好使 因为这里才有这个返回按钮 大家发现了没 这时候我按一下 OK 它一直在返回 所以就 返回到主注面上来了 如果中间我有来得及 发送一次零零的话 它就会停止了 那么这是返回键 就是说 你开始播放的时候 你就只能快进快退 把它看完 然后才能回来 如果你不看完的话 的话呢 你是不能返回的 就当你选择了一个视频之后 你一定要把它看完才行 嗯 不看完不行 然后我们刚才怎么来这个 我的这个明日边缘去哪去了 嗯 大片是吧 对 大片 大片之后 然后选择确定进入 算了 我用个快捷方式吧 这个 选择进去的话 可以用这个 嗯 不是这个 那就是EF 哎呀 哎呀 这个是想气死我呢 FFB是选择这个 3D大片 3D大片 嗯 这个快捷方式可能还走不通 那算了 那我们直接用这个最古老的方式吧 选中间 28 好 进到3D大片里边 我们找到这个明日边缘 我翻一翻 好在这儿 然后再选中它 刚才这个返回已经测试过了 大家应该没有疑问了吧 就是在这个环境下 你进去之后 就没法再退出了 因为已经没法跑出这个播放模式了 这个时候如果想退出怎么办呢 其实还是有办法 嗯 大家记得我们还有一个鼠标模式吧 就是这个时候呢 你就 切换到鼠标模式 让鼠标点这儿 就退出了 所以我们 又学键盘 又学鼠标是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时候 Escape已经跑不出来了 发现没 已经退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能 指望点一下这里 用鼠标模式退出 然后在这个模式下 是可以用Escape退出的 这样就直接退出了 我们再进来继续测试 我们再进来继续测试 进到这个分屏下 然后分屏操作还是要方便一些 这个命令啊 就用短了时候 用几次之后自己就记住了 然后我们再进到这个里面 然后我们再进到这个里面 释放按键 好 然后去找我们的这个 发了 找我们的这个 现在模拟的都是在鼠标按键的 这个操作 因为我们直接用窗口发了 后续我们会直接把它实现到 对面机里面 这样大家波动摇杆 或者是按按钮就可以了 哦 又反了 在这儿 再选进去 那这个就有一个问题 好 我们一边播放 一边说 这个我我看着看着 我觉得别扭 我想快进快退怎么办 快进快退的话 也是有这个方式的 我们之前说过这个 嗯 我们推理了这两个 一辆加和一辆减 实际上这个一辆加和一辆减 在这个 橙子VRAPP里面 它是快进和快退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这个加载不出来了 等它慢慢加载吧 我们去把这个快键找出来 啊快进就是这个 那快进完了之后呢 也要释放这个 按键不然就一直快进 好我们有一个方法 把这个 呃光标放在这 我按一下之后 我马上就发送 发送完了之后 我马上按压删除 把这个1删掉这层0 就释放按键了 好我们来试一下 好看到没现在正在快进 然后停止 已经开始加载了 好这个就是快进的方式 如果你不释放这个按键的话 就一直在快进 那我们再看下快退呢 快退是20 所以这两个数还比较好记 我们快退一下 一样的方式 把光标放在这 按一下散的 然后赶紧把这个23的 再发这个0过去 不然一直在快退 好 我发送看 这里显示的快退吧 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23 按0 OK 就停止快退了 就加载回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 整个的这个过程 然后如果是播放的话 暂停 我们再放一个这个 好 这是播放 再按一次是 这是暂停 再按一次是播放 我发送 OK 那么到此位置 我们这个主体的功能 播放暂停快进快退 选择返回左右选择 都已经完成了 好 我把它暂停 那么这样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还像个样子了 这边可以愉快的像这个 我们这个中央显示的一样可以愉快的在这里看视频的快进快退暂停都可以了 你再也不用担心谁打扰你或者谁来个QQ你没法暂停视频还得hold下来对吧 好 这个我们来再看一下PPT今天这演示过程是不是已经完事了 好 对 基本上是演示完了我们的这个锤的牛选择片源确认返回快进快退 都做完了啊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课程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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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